是规定开车前120分钟内系统不再接受下单和取消订单 也就是说无论您是下单还是取消这样的一个订餐的订单都需要提前两个小时 那么在今年1月18号的时候这样一个规定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整 是从120分钟调整为60分钟 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调整应该可以说是极大的提高了一个订餐的效率 挺方便的 快捷 节省的时间 然后我们会订餐会特别快 那么在票务方面 现在网络上已经可以订购蜡月27的车票了 根据以往的经历 蜡月27到29是节前客流进入最高峰 从购票的日期上来看 1月14号到16号是节前购票的最高峰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 1月17号已经可以购买除夕当天的车票了 去桂林的 去桂林 您的除夕的火车票订了吗 没有 自己可能开车 开车回去是吧 对对对 还没定 您的车票 我不知道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今年的春节来的较晚 返程高峰呢 正好是和开学日撞到了一体 也就是说啊 有打算回家过年的上班族们呢 从1月22号 从1月22号